风胶保健症夯 小感冒或喉咙发炎 许多民众都推荐来一滴风胶帮助缓解 这两年更在势力保健上大受欢迎 而台湾特有的绿风胶和风胶有何差别 比起巴西、纽奥的风胶 台湾绿风胶拥有高品质的 152C类黄酮成分 细胞研究发现对于抗发炎、杀菌消毒 甚至抗癌有帮助 台湾绿风胶是比较特色的 为什么 因为不同地区的蜜蜂 它采齐的植物不一样 那风胶里面的活性的成分 就起觉于植物里面到底含有什么成分 尤其是经过特选的 某一个季节里面收集的风胶 它的抗菌能力 根据一些研究报告 是比其他地区的风胶还要强的 细胞及早期研究也发现 台湾绿风胶中的EU2C类黄酮 能促进神经细胞的存活及分化 动物与早期临床试验发掘 有助于提升记忆 改善失智症等疾病 而近几年 绿风胶窜起成为保健明星商品 从采集到萃取都需要具备严密的技术 而厂牌选择白白肿 小心胜选 才不至于用到成分不纯或仿冒商标 以及违反智慧财产权法令的仿冒品 而产生不适或其他副作用 如果要选择一个好的风胶 最好就是选择一个公司 有很多的研究做佐证的 比方说有专利 有商标 然后是一个可靠的公司 所出产的产品 我们发觉市面上有些产品 它也宣称含有台湾绿风胶的萃取成分 可是我们去检验 它里面是没有的 有时候低价的产品 它自然在于产品的品质 安全 还有它背后的产品的配方配比 这方面就不会下很多的功夫 有的它其实是违反了专利跟商标法 在贩售的 台湾绿风胶保健产品种类品相多 低剂 喷剂 胶囊等应有尽有 也有本地生技公司 结合液黄素 植物萃取物 制作副方剂型 设计出最有益于保健的调配比例 希望帮助加强势力保健 促进行程代谢 控血糖 调节免疫等机能 提醒民众保健品并非药物 服用前应先了解有哪些禁忌 若服用后有不适情形 还是要寻求医疗协助 记者前方生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听瞧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